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最新疫情消息 本土确诊今日新增6例 境外移入26例 带您来看疫情指挥中心的稍早画面 本土的病例有6例 那境外的移入有26例 死亡的个案没有 那入境的主要国家 那美国还11例 Omicron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指挥中心10号宣布 1月11号凌晨零时起 加强管制长生旅客入境的检疫措施 包含搭乘欧洲、中东及纽澳航线的旅客 抵台后一落地将进行公费PCR裁检 快速核酸检验 只要验出阳性就直接送医 验出阴性就送往其中检疫所或是防疫旅宿 避免病毒进入社区的风险 但有民众担心搭乘到防疫计程车 增加染疫风险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人祥表示 桃园、松山及小港三机场的防疫车队 都有和交通部签订合约 直到1月23号期间 禁止承载一般旅客 也会在车上贴上标签标示 若司机违反将会依照规定 解除合约 桃园群聚案持续延烧 至今已经累计超过20人确诊 其中桃园首推车工作人员案17473 及其担任居服员的妻子皆染疫 框列裁检后出现两名学生确诊 校方也在9号晚间紧急宣布 两所学校停课14天 停课期间将会采线上教学 门图群聚案爆发 折衣中心延长二级警戒 到1月24号 并宣布加强口罩管制措施 其中运动、唱歌、录影和拍照 都需要恢复佩戴口罩 另外宗教场所和宗教集会活动 进行时也都需要全程佩戴口罩 像是宴席、餐会 也不能逐桌敬酒或敬茶 另外有绕镜或是游行等 大型宗教活动需求 都需要事先向地方政府先申请 台北市第五选区 无党籍立委林长佐罢免案 开票结果出炉 同一罢免票数54,813票 不同一票数43,340票 但由于同一票数未达罢免门槛的 58,756票最终未通过 让林长佐保住立委的资格 台中市第二选区 立委补选也开票出炉 最后由民进党候选人林静怡 五区得票全胜 以88,752票赢得选战 而国民党的延宽恒 则获8912票落选 但您关心本周天气概况 中央计算局表示 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 11号起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雨 中南部也可能有零星飘雨 外出建议西带雨具 同时强烈冷气团南下 各地气温均下降 12到14号期间会持续受到冷空气影响 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天气都偏冷 其他地区早晚一凉 提醒民众多加西带保暖衣物 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